哎呦我的天哪能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说咋的多秀气 带小孩口罩 秀气呢你老秀气了 儿童口罩 对呀秀气 这里也太大了 太大了 我妈就惦记我女儿啊 刚才说的 给我女儿买个对号 给大家看我妈说对号是啥啊 我的妈呀她也敢信呢 她也敢信呢 没事 我们都吃完饭了 我去叫我妈出发 她好像在洗东西呢 这个去黄还挺有效味 好水啊 好水 我妈刚才用那个什么 先洗一遍了没洗掉 我说你怎么没拿这个清洁 那个什么洗衣紧呢 就拿过来又洗一下 你看就 就就就倒了 一点点哈 我们把这个莲 我们要洗出来 洗出来 然后要挂在鞋柜上 我妈说 比刚才好多了哈 比刚才好多了是吧 好多了 下我杠杠的 这味儿也行哈 挺自然挺天然的味道 对 这是樱花味 嗯 这个你看我们家 这桶要用完了 你看 好 我们家都有在用哦 不用了不好的东西 阿丹不会分享给大家 知道吗 像洗衣球的话也很方便 一颗的话洗衣球浓缩到 丢洗衣机一颗就够 然后清净海的产品的话 其实阿丹已经体验了 很长一段时间 才分享给大家的哈 不好用的话 阿丹还是那句话不会推荐 然后清净海的话呢 他也是你在超商啊 全联呢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家产品 他是全程的MIT制造 包括像说研发呀 制作呀 全部都是台湾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他也是一间非常有这个规模的 他是一间上市公司 然后阿丹还很喜欢他们的一点 就是他们家非常的天然 就像这个洗衣精跟那个洗衣胶囊的话 婴儿的肌肤都可以用 所以说你就丢一颗进去哈 或者倒一次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洗一整锅的东西 就不用说把婴儿的跟成人的分开来清洗哈 然后还有像那个洗碗精跟这个蔬果栖息剂 这也是阿丹现在离不开的哈 必用的东西非常的好用 主要是天然又不伤手 然后呢他们家又是直萃的 直萃的东西就比较健康环保一些哈 还有一点他们家东西非常的环保 就是海洋友善的 那么现在个大环境的话 我们都需要多爱护地球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家也是海洋友善的哈 他们家是做得非常赞的 像那个无论是外包装啊 包括那个瓶瓶罐罐呢 其实那一些的话都是可降解的 所以说阿丹就给他们家点赞 产品好用 公司的理念又很好哈 这样的产品的话 阿丹觉得是非常值得推广的哈 所以分享给大家 我把这个链接的话呢 放在留言区置顶跟资讯栏 哦对了 他们家的话 因为这个程序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如果说你不会使用下单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私讯阿丹 好到粉砖私讯阿丹 然后我来帮你下单就好了 然后呢 就可以有获到付款 这个只有阿丹的粉丝朋友才有哈 阿丹跟公司申请的 就说要获到付款哈 好了 现在我妈也忙完了 我们要出发了 我们急忙忙的哈 现在已经快九点了 我们才来好事多 带我妈来拆买了 然后主要是为了来买牛肉馅 我妈要一展身手 要煲牛肉馅饼 轻叼 对 你这回不着急了呀 同期人数 我想买这个冰箱 好朋友们 这个 对不起 剪辑影片的时候发现 在台湾真的就是这样 互相撞刀都会同时说对不起 我想说不用买到四门的 买三门就好了 是不是 有的时候摸摸上我特价 但我好朋友说这个的话吧 就是冷冻室 冷冻室说太大了 不就是你放进去东西的话 就压在下面了 不好找 要做好规划 自己可能用保鲜盒什么的 我是喜欢这个的 我主要喜欢这个制冰盒 制冰盒哪里来着 在这里 我好朋友家这个制冰盒 还是我告诉他怎么用的 他买完之后一直都没用 有一个2.27克拉的 薄金的 然后这个在等我 伊克拉这个 是不是 让他在那继续等着吧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 一直在等着我那伊克拉 老公 我妈就已经冲到不见人眼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卖一个都这么的诱人呢 这什么 蜂蜜蛋糕还有加奶油了 哎呀呀呀呀呀 我还挺喜欢他们的提拉米苏的 这边要试吃鲑鱼 谢谢 小心有刺儿吗 可能 大家知道吗 我都买这个对不对 然后现在还特价呢 捡100块到4月7号 但是我冰箱放不下 冰箱小啊 因为我买了一个那个片的烤着吃 我们去露营的时候 然后还买了 脚肉 牛脚肉 我妈就惦记我女儿啊 刚才说的 给我女儿买个对号 给大家看我妈说对号是啥啊 啥 就买这个了 不敢不买对号了 对号没买 对号是哪个 你给大家伙瞅瞅去 带大家伙瞅瞅我妈说对号啊 让他们开开眼界 知道吗 我妈就管这个叫对号 是不是这个吗 对号 妈是这个不 那这上面哪还有呢 你没看到啊 上面我没那个啥 我看到了 那不就是三角了吗 对啊 那你为啥尽管这叫对号啊 我妈尽管这个叫对号 哈哈 这个有一多字 我妈尽管这个叫对号 就这个 我妈没了事 就上楼下加了符 给我姑娘买一袋对号 她不要这个红点 不要红的啊 她要黄的 你看我妈都知道她要黄的 黄的还没有 走了妈 哈哈 你叫啥那个 三个月三盒 是 不定啊 啊 不定 买不定了 哈哈哈 对 要不就买那盒 不能不买啊 不不买不行 不买不行咋的呢 你就买了了 咋的呢还咋还不买不行呢 赚钱不容易 你也花钱要仔细吗 你不说对吗 啊 你不说对吗 不能乱花钱 那你回去了 人家大伯说你回来了 就说啊 啥也没给你买啥 哈哈哈哈 啊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益生菌 哎我妈真的是啊给我女儿买啥就不算乱花钱了 我女儿买啥我女儿买啥都行好吗 对 你听懂没对 哪去了哪呀 我妈非得让我给大宝挑一个人 我给大宝挑一个人 啥都行啊 就是我那样那多的 买这个豌豆碎片吧 行吗这个 稍微买这个不挺好吃的吗 她爱吃吗 她她不知道 她都一阵一阵的 有时候爱吃有时候不爱吃 妈 妈你这口罩是我姑娘那口罩 对啊 我妈带小孩口罩正好 哎呦我天的 那那好意思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说咋那多秀姐 带小孩口罩 秀琴那年老秀琴了 儿童口罩 对啊秀琴 这链也太大了 太大了 家有一阵常买这个 直到吃到 不爱吃了 然后放弃 原来是179 我记得 我妈非得说 给我女儿拿一个什么 买这个吧 上次她还挺爱吃的 但这个碳水化合物 我妈吃可能也高一点 她可能比较没办法 这个还挺好吃的 我觉得 之前给我爸妈买的这个银宝扇纯 我妈妈紫色的 我爸爸蓝色 妈你这个你得吃哦扇纯 妈妈就那个 吃了 吃了 认真吃啊 天天吃 天天吃 有那么乖吗 你 我妈帮我花多少钱 你猜 没买几样啊 一共一二三四五样东西 谢谢 谢谢 猜呀 你不都猜可准了 我今天没看那个肉价 猜了 哈哈哈哈 过来装饼 三 两千三千 一千多 你不告诉我实话 哈哈哈哈 我妈说一千多还真不贵 我的妈呀 她要敢信了 她要敢信了 哈哈哈哈 没事儿 都是逛完之后来加个油 今天车怎么这么多 平常来没有这么多 嗯 等一下看看油价 都满的 小宫现在外边95 是不是31 是不 这儿现在是28 差3块钱 嗯 田野 她这是会员价 再有一点 她可能是因为 她都是没有员工 有人说没有员工 给便宜一部分 是吧 都自己加油 嗨大家好 我们回来了 换好衣服 跟大家聊几句 今天就是挺匆忙的 去了好市多 主要是去买那个牛 牛的那个脚肉 然后我妈想包饺子 或者馅饼 之前我也包过牛肉 青椒馅的饺子 对不对 我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一个东北人 但是我不是特别爱吃 猪肉馅的饺子 我吃鸡肉馅 跟 牛肉馅 鱼肉馅其实我也应该会吃 但是我还没包裹 没有自己包裹鱼肉馅 在沈阳的时候吃过霸鱼馅饺子 我是OK的 然后 今天去了好市多 在那逛了一下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妈妈觉得那边东西价格也不便宜 其实那边东西价格是 单价便宜 可是它的分量都很大 所以说像你看我买那个牛肉的话 那一大盒也都是1000多块钱 将近2000块钱 然后我妈觉得说这贵那贵 什么都不要 我是想说他们要回去了 给他们买一些东西带回去 不要 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她自己说她的东西她不要 但是她非得惦记 给我女儿在那要买什么 真的 无论说我们家去全联 去小七 去什么 家道福啊 什么的 好市多什么的 我妈绝对惦记的 就是给我女儿买东西 然后呢 我也不会阻止她 就是我觉得说那是一份爱 就是 其实饼干那种东西的话 可能常吃也不好 然后呢 我就是饮料啊 饼干这类东西 对不对 尤其像薯片什么的 那油脂都非常可怕的 然后但是我妈想给她买的话 我基本上不会阻止 我想说那是他们老人家 对她的一份爱 当然他们老人家 可能不太懂得说 那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而且我女儿就算是 这段时间吃的比较 稍微多一点的话 也还好 也还好 就是并没有说 每天让他们一天吃几包啊 让我女儿吃几包这样 偶尔的话 去的话 我妈妈会给她买 然后我知道我女儿爱吃菠萝面包 我妈也会常去那个 面包店买菠萝面包 然后我也跟我女儿讲 我说悄悄 我跟我女儿讲 说你告诉姥姥 你吃够了 所以我妈才不买 你知道吗 要不然我妈真的 对自己的话都比较 不舍得 然后很勤俭 像之前我就说的 然后对待我女儿的话 真的很大方 像之前那个什么 那个我女儿过生日 我妈包的是台币 我妈包一万 然后呢 我爸爸那个红包 你们包的是人民币 包的是两千 两千人民币 所以说真的 他们对女儿的话 真的很大手笔 很舍得 然后有人问我说呢 那你会不会这个嫉妒啊 说有的人会嫉妒说这个 爷爷奶奶对这个孙女好 什么的 然后爸爸妈妈会嫉妒 我说这东西嫉妒吗 我说我是开玩笑 我觉得说 像我之前我都开玩笑 说过说这个什么 后妈前老 我都这样开玩笑 但是我不用嫉妒吧 就是爱我女儿 也是爱我的一种表现 对不对 我们都一家人啊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说 不会嫉妒 好了 那今天跟我们聊到这儿吧 喜欢爱打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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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